剛才也說到美股業績期會開始 一定要問問你就是Tesla 其實4月20日都會公佈業績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們上次3月的時候跟他做節目之後 沒有了,他就已經有個分拆的消息出來 雖然未開始實行 但是大家已經不理了,先炒好了 那當然最近高位有一點 就是跟著大伙企業都是下來的情況 為什麼我們現在長線要儲貨也好 或者短線有個短炒 應該可以趁業績前有些買貨的機會呢? 嗯哼,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因為始終就著,就是由上兩個星期 我記得做完你們這個節目之後 我在另外一個節目還在開玩笑的說 就說因為我自己要受規矩 就是公司的基金和客人買了之後 我要隔一段時間,我自己才可以買 所以我就逼著要變回 是啦,就是我自己也想低賣的 但是算了,那就照舊平時的習慣 我自己個人都是每季、季初去買 所以其實大家又可以笑我的 就是說,我又每一季買了高位了 是不是? 因為大家可以數到的 4月1、4月4日 4月4日那晚我做完節目 晚上回去 希望,希望有低賣,怎麼知道就扯了上去了 但是接著就,就是我想說的就是 我個人,我就真的很長線去看 我不介意每一季突然買了高位的 是的,那就是這個就,但是每個人看法不同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看回少少中短線的操作 就可能會,我用我們平時的操作去說法 就是用基金那邊做法 那其實我們之前,就是 大概最後這百多元呢 那其實是有做少少回平衡的 就是我們再平衡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之前低位再加了一些 那這段時間是有吃少少短線糊的 那短線糊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如果大家拿著11月的高位 然後1月的高位 其實你就會見到 拉著一條下降軌下來 就其實就是4月4日那個高位 就是大概1160附近的 是的,那所以你在這個位置 就有少少回落 我們覺得短線操作上是合理的 那再加上市場氣氛這兩天的差 其實你看到他昨晚就借勢補一補 3月25日的上升裂口 就是你看到昨晚就是大概都試了接近 就是1000元邊 就是其實如果補了整個列口 就應該是997元補買的 是的,那我自己覺得 你短線你可能會看這一點 因為這個很短線上面 市場的氣氛就是在看上海 因為上海那邊呢 就有少少在那裡 就是你知道了 現在那邊在停廠 那就令到大家害怕交付有影響的 但是我想說就叫做好消息是什麼呢 那一個好消息就是 因為Tesla的另外一些廠 就全部4月初的時候開的 那還有就是例如Berlin那些 其實是開牠牟尼最高的Model Y 那所以其實我們自己覺得 就未必有市場預期影響那麼差 那大家就可以想一下 究竟4月20日之前呢 其實那個市場預期應該是用這個東西壓它的 因為你看到剛剛到weekend出那些 很多新能源車出了數據之後呢 其實你看到Tesla是 如期是標準高的 那還有如果你計算它的 那其實全部都是有一個進步 大部分都 就是變成我們整體來說 不覺得太差了 你問我4月20日對它有沒有憧憬 我猜這個憧憬又不會去到很誇張 我們自己 那但是反過來 你現在分拆上面呢 那其實應該就 我令到我們覺得這個未必會回這麼多 因為你分拆那一刻其實都是大概900多元的 那理論上就不會去起步位的 是的 那你可能真的像剛才這樣說 剛才說980元附近 其實就是998元 997元 那其實那個是什麼水平呢 就是由你今次低位到4月4日那個高位呢 你拉一個這麼短時間的一個黃金比率呢 就是在0.320到0.236這些水平的 那如果一個很強勢的走勢呢 如果你說在這個技術分析上面呢 黃金比率呢 就不應該就是太過失手0.320的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開始這大概幾十元呢 是應該會有個支持的 因為如果大家去想分拆的話呢 就會大家經常回想起100年那一下 就是這樣 8月宣布完 跟著到8月31日真的分拆出來的時候呢 過程那14天是升了八成的 是的 那我不是預期今次900元又升八成的 我當我當有一點點 但是我最少我會的感覺就是 如果預期的發展呢 其實應該會突破下降軌的機會率高 是的 那如果你是短線的朋友 就可能拿著0.320 980元來做你的防守止蝕 嗯 是 那我看到我們chartroom有宇宙大王留言 他說他終於跟Andy拍張日手DESA 他在1087買了幾首 我想如果他是這樣 應該都是打算中長線 他打算跟進來的話 那這個價位都應該沒事吧 如果是中長線 其實我們 我們自己就覺得 現在的估值還沒有反映到 我們自己在想的所有事情 尤其是就是其實我們 我們會想的一件事就是 究竟今次業績之後 究竟Elon是不是差不多時間 會講他的Master Plan Part 3呢 就是06年他做過一次 16年做過一次 今次是不夠10年就做一次 就是證明他一間公司發展得很快 那其實他的Master Plan 3呢 大家以前可能不是那麼相信的 就是覺得他吹水啊 但是誰知道經歷完那兩次 就發覺原來他每次講完那些事情 幾年就會執行到的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大家要等一些吹發劑 不是來自於他現在 現有大家在他業務上面 見到的事情 而是應該是會見 而是期待他會講究竟 例如我上次講就是說 會不會跟他其他姐妹公司合作 產生一些協同效應 究竟會不會在他的Master Plan 3裡面 真是大力開始講 如何將他的那些車更加 mass production 那樣的 就是究竟是cyber truck那些東西 那還有可能還有一點的 就是其實過去兩年 Elamis一直都講 Tesla是要做好他的solar 那暫時過去這些 有個壞消息 Tesla的壞消息就是他的solar上面 進不了頭三格的市場 就掉了出來 變成第四 就掉了下去 那其實就證明 其實這個位 其實他可能要落力去進攻的 因為去年他是講過 solar呢 是他接下來想做到 要在Tesla來講的收入 是跟車一樣割佔一半的 那所以其實那個發展很大 那這個就是Tesla的看法 就是如果待會 其實Solar這個位置我覺得可以再講多一點 因為這個整個行業上面 跟俄污事件都有關係